毛泽东,一个再入史册的名字,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中国南方湖南省韶山村 他的父亲毛一昌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然而,在年轻时加入乡军服役几年后,一昌回到了故乡,开始从事农业工作 不久,他积攒了足够的资金成为当地的借贷人,并且通过农业工作成为韶山地区较为富裕的农民之一 最终拥有了约20英亩的土地 毛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有着坎坷的成长经历 她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贫穷邪将,而她的母亲曾是她的妾 毛的童年并不理想,她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管教者 其余儿方法主要是通过打骂毛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以强迫他们服从 母亲尝试缓和父亲的暴怒,但收效甚微 年幼的毛曾对母亲的佛教产生兴趣,但很快对宗教失去了信仰 在她仅有八岁时,正值二十世纪初,她被送往韶山当地的小学接受教育 她在那里的教育是传统的中国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结合远东几个世纪的价值观 还有一些无法在当时的中国避免的西方世界的影响 此外,年轻的毛早早地就对历史和政治产生了兴趣 十三岁时,她的父亲为她安排了与另一个当地富裕农民的十七岁女儿罗依秀的婚事 但年轻的毛表现出了她年幼时的叛逆,拒绝遵守这个包办婚姻 从而在韶山地区引起了一些争议 由于这场分歧,少年时期的毛暂时离开了父亲的农场 不过,没过多久又回来了,毛成长于中国经历巨变的时期 像东边的朝鲜和日本一样 中国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首次接触欧洲商人和宗教传教士 与他们一样,中国人很快对这些新来者产生了警惕 并将他们的接触限制在国家东南部的一两个港口 仅进行少量贸易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两个世纪 中国基本上闭关自首,没有参与一个正在现代化的世界 中国在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上保持高度保守 几乎没有变化 继续由皇帝和封闭的帝国仪式及行政官员统治 就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 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像日本和朝鲜一样 中国再也无法阻止拥有现代战舰 枪支和工业力量的欧洲人干涉他们的国家 通过1839年至1842年和1856年至1860年的鸦片战争 英国迫使中国结束了自我封闭 随后,中国经历了大量的欧洲接触 不仅带来了英国鸦片 还带来了关于不同政府类型 新经济发展和各种技术创新的想法 也许自十九世纪中叶起 涌入中国的最具冲击力和革命性的新思想之一 是欧洲和美国的人民不再由强大的君主和皇帝统治这一知识 许多国家实行的是由人民组成的共和国 即使这些国家中的一些仍然有皇帝或女皇 如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她基本上是一个名誉领袖 真正统治英国帝国的市议会 此外,这些民主国家并非完全相同 有些非常保守 有些更加自由 经济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 关于他们应如何改革和发展 也有不同的想法 一些人希望富裕阶层拥有更大的权力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权力和财富应该在社会中平等分配 还有更极端的观点 其中一个由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政治学家卡尔马克斯特别发展的观点 主张所有财富和商品应由公共所有 他称之为共产主义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这些观念很快引发了巨大的变革 许多人开始质疑为何他们仍然受到近三百年的清朝皇帝统治 在毛进入青少年时期 他已经开始阅读这些政治观点 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 以取代帝国政府的呼声 以及孙中山的共和主义著作 孙已成为中国共和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毛很快就会看到这些愿望得到证实 正当毛开始在长沙的一所新学校就读时 国家正进入快速变革的时期 1900年代末和1910年代初 中国部分地区发生了地区性饥荒 加上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的地区起义 和对更具代表性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 最终导致了1911年10月的军队起义 起初仅有六岁的皇帝溥仪的帝国政府 试图解决议者的不满 但很快就显而易见 需要进行更激烈的转变 经过数周的谈判 1912年2月决定由皇帝退位 新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帝国官员袁世凯担任国家第一任总统 这样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帝国就此结束 然而在1910年代中期 中国的政治未来走向尚不明确 这些惊人的发展 毛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 1911年末爆发的冲突时 毛作为18岁的新兵加入了叛军 到了1912年春天 他只是简单地回到了学校 大约在这个时期 他首次开始阅读 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更激进政府形式的想法 然而 他当时并不确信这是中国当时最佳的路线 与此同时 他的教育继续进行 他在1913年左右决定成为一名教师 于是报读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这所学校被认为是省内最好的 在那里 他成为一名受欢迎且成绩优异的学生 广泛阅读 被选为学生会秘书 并最终以学校最高排名学生之一的成绩毕业 更重要的是 就他后来的活动而言 毛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他几年前 首次遇到的社会主义思想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开始更加认同他所阅读的内容 特别是因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环境 是激进的政治思想 尤其是在中国首次尝试代表性政府期间 1917年 毛移居北京 他当时的主要影响力之一 杨昌记 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那里 毛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成为图书馆助理 但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那些支持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作为解决中国政治困境的人 即使在1912年共和国成立后 国家仍然经历着动荡 保守派和自由派势力在彼此间争斗 地区军阀和权力团体 在全国各地行使准地区独立 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吸引了许多人 因为俄国共产主义的一个分支 布尔什维克 在1917年秋天刚刚控制了俄罗斯政府 就在沙皇政府倒台几个月后 许多人认为 也许共产主义也适用于中国 后者刚刚摆脱了自己僵化的专制帝国政府 到了1918年和1919年 毛也越来越倾向于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在他经历了北京上层和中产阶级 对一个像他这样的乡村男孩的资产阶级敌意识得到了加强 正是在北京 毛作为政治激进分子的觉醒最终发生 中国在1910年代末逐渐陷入政治混乱 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主义运动 由孙中山领导 试图振兴处于萌芽阶段的共和国 民族主义者认为 这个共和国被一个与旧帝国过去有太多联系的脆弱 保守的政权所统治 在国家的一些地区 政府能够行使其权威 但在其他地方 它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政府而已 当中国政府未能在巴黎和会上夺回曾是德国租界的山东时 这种不稳定性得到了增强 当这片中国大陆的土地反而被授予日本时 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对民族自尊的侮辱 而日本自19世纪末以来就在东亚展现其实力 与中国相比 其现代化进程要成功的多 山东争议直接导致了1919年5月4日 在北京发生的一场重大学生抗议 这场抗议由毛等一代年轻的政治活动家推动 他们厌倦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的无力和内部政治混乱 五四运动随后持续发展 并间接导致多年后的中国内战 五四运动 中国年轻一代对激进政治的觉醒 通常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起源 1919年的事件导致许多对政治感兴趣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的 背离在山东背叛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者 如英国 法国和美国 并越来越多的转向逐渐在俄国内战中取得胜利 并巩固对俄罗斯的控制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正如我们所见 毛在1919年已经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但直到五四抗议后的几个月 他才开始全面致力于他 那个夏天 他组织了几个学生组织成为一个散撞机构 以抗议日本在山东的存在 这是他作为组织者能力的首次明确迹象 在这段时间和1920年期间 他的著作开始谈论红旗军队和共产主义者在俄罗斯赢得的胜利 到1921年夏天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 毛已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相信这一意识形态将是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基础 然而通往这场革命的道路是缓慢的 与此同时 毛在1920年再次结婚 娶了他的一位前老师的女儿杨开慧 接着在1921年7月 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新党很早就决定接受俄国的援助 但也建立了与孙中山的民族党及国民党的联盟 不久后由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领导 毛是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之一 他相信只有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 才能推翻保守的中国政治建制 因此 他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住在国民党的大北营广州省 同时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做组织和宣传工作 在这一时期 毛越来越了解中国农民在全国范围内的斗争 以及他们作为数目庞大的潜在共产党支持者的力量 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对毛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形成性的 尽管有些平凡 一切都在1926年开始改变 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后 蒋介石接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那时 他的党控制了中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但该国仍然高度分裂 共和国政府控制着北京和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而帝国过去的遗留物中国军阀控制着该国的其他部分 1926年 蒋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夺取北京 这次被称为北伐的国民党军事行动大获成功 1926年和1927年期间 国民党在许多主要城市掌握了权力 但正是北伐的成功也导致了内战 自1921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松散联盟被蒋介石终结 他对共产党日益扩大的权力和俄国希望在保守政权在北京被推翻后 在中国发挥作用的角色感到警惕 结果 1927年国民党内部分裂 蒋的右倾国民党以希望容纳共产党的左倾派系对立 这些事件通常被视为中国内战的开始 这场战争将持续20多年 1927年夏天 蒋介石新崛起的国民党开始在全中国镇压共产党 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 党在许多地方被压制 面对这一重大挫折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内战的爆发 毛的反应是带领几百名追随者撤退到湖南省边境的井冈山地区 这是一段长期游击战的开始 在这段时间里 共产党在俄国的默许下试图扰乱国民党的统治 期待全国各地的工人对新政府发动大规模城市暴动 对毛来说 这些年份往往艰难 他的妻子和妹妹已1930年被国民党斩首 尽管在中国农村作为游击队员的新生活中 他与何志珍建立了关系 不久后何成为他的妻子 也是在这个时期 他决定采取新的策略 他不再等待中国城市无产阶级的起义 而是试图采取与中国国民党取得权力相同的策略 建立自己控制的领土 并向外扩张 1930年2月 毛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高级指挥官之一 在江西省建立了西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尽管国民党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 但在1930年代初的几年里 毛在江西建立了一个中国苏维埃国家 担任主席 红军也得到了扩充 现在由周恩来总指挥 而更广泛的中国共产党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江西 作为他们在1930年代初的安全基地 事实上 毛、安来和红军在1930年代初几次成功击退蒋介石 试图从他们手中夺回江西省的企图 然而 国民党的这种军事反应受到了限制 部分原因是他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另一端卷入了冲突 当时日本帝国入侵了中国东北的省份 建立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 这只是1930年代日本在中国日益加剧介入的开始 但一旦关于满洲的最初风波平息下来 蒋将他的视线重新定位在终于从毛和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省的任务上 1933年9月 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对江西省毛和共产党的第五次包围 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次巨大围攻 红军无法击退 到了1934年夏天 显然毛和他的追随者只能选择投降或突破被围困的区域 他们选择了后者 由此产生的事件成为了共产党传奇的一部分 1934年10月 共产党部队由86000名士兵 15000名人员和35名女性组成 突破了国民党敌人的防线 开始了从其在中国西南被包围的总部的史诗般撤退 这场被称为长征的行动持续了368天 覆盖了6000英里 他们穿越了24条河流和18座山脉 武器和补给品由战士背负 或由马车运输 有时行军队伍长达50英里 只有4000名士兵完成了这段旅程 在忍受饥饿 空袭和几乎每天与国民党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之后 毛最终在中国长城脚下停止了他的队伍 长征被认为是战争史上最长的连续行军 标志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的崛起 随后长征几个月后 中国政治走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逐渐出现和解的迹象 多年来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处理多个前线的问题 除了共产党外 还有由日本帝国及其统治远东地区的野心 所构成的更大问题 这已经导致了1930年代初对满洲的入侵 和在那里建立满洲国的傀儡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明显 东京的皇帝政府对在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土地掠夺 有野心 因此 许多国民党内部人士认为 最好暂时搁置与共产党的分歧 形成一个对抗即将到来的日本袭击的统一阵线 而对毛和他的追随者来说 莫斯科也鼓励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因此 在1935年和1936年期间 毛的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再次朝着方便联盟的方向飘移 当日本1937年7月再次入侵中国 并在东部沿海的许多主要城市进行军事占领时 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 如南京等城市 这种合作被加速了 中国内战此时变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 后来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到了1937年底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内部压力下再次正式结盟 同时 毛在这个时期又再次结婚 与江青结为终身伴侣 他后来成为他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 作为他日益增长的冷酷的一个例证 他的前妻何志珍被送往苏联 并被安置在精神病院 与此同时 抵抗日本的斗争性质开始变得明朗 国民党向中国中部内陆地区转移 而日本则占领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富饶城市和农田 在内陆省份 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与东部的日本进行消耗战 这些年对于毛和共产党所享有的支持来说是重要的 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 毛的红军从大约5万人增加到近50万战士 因此 与日本的战争最终为共产党创造了毛和其他领导人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未能获得的全国性支持 到了1940年 毛的共产党已能够取得对日本占领军的重大胜利 在1940年8月发生的百团大战中 40万强大的红军对5个沿海省份的日本人发动了同时攻击 导致2万多名日本士兵死亡 并严重破坏了日本的补给线 1941年末和1942年初带来了挫折 尽管日本在太平洋西部进行了一系列横扫性的征服 尤其是从英国手中夺取了新加坡和缅甸 以及在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后 从美国手中夺取了菲律宾 以及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突袭 虽然这些征服最初让日本在东亚占据了优势 但日本加入更广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确保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在英国和美国有了盟友 随着增加的军事、财政和后勤支持 他们能够确保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对东部中国的占领永远不会感到舒适 随着战争在1940年代上半期继续进行 中国共产党继续壮大 毛作为其领导者的地位也在不断增强 抵抗日本的战争性质有利于共产党而非国民党 首先,共产党更擅长进行游击战 因为他们已经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 对抗国民党政府多年 因此,他们更好地准备对抗日本人 随着他们赢得一系列对日本人的胜利 红军成为了中国人民寻求反抗外国占领的更吸引人的选择 而且,蒋介石的国民党在许多人看来 只是引发日本入侵中国的右翼运动的中国体现 随着中国共产党或中共的规模不断扩大 毛也巩固了他的控制 1943年,他首次成为党的秘书处和政治局的主席 正是在这些战争年份 他开始确认中国的共产主义将与俄罗斯发展的形态有明显不同 未来的年份里,北京不会成为莫斯科的傀儡 从1943年开始,日本在与美国的斗争中遭遇了一系列严重挫折 而其欧洲盟友德国和意大利也在与俄国 英国和美国的战斗中逐渐走向失败 一旦盟军在那里取得胜利 他们所有的资源都会用来对抗日本帝国 因此,在战争的最后几年 人们再次开始考虑中国的政治和谁将在国家从日本手中解放后掌权 早在1940年 毛的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就已经出现了严重裂痕 到了1942年 两者之间的公开战斗再次爆发 中国内战恢复 它将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全面爆发 1945年8月6日和9日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与此同时,苏联入侵了日本自1931年以来一直占领的满洲 结果,几周内,日本帝国正式向盟军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内战再次开始 国民党和毛的共产党再次对峙 1945年,毛处于比十年前长征后更有利的位置 如果说长征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存活下来 那么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和随后的八年战争 则让共产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在历史的一个奇怪转折中 日本入侵中国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该国掌权 1946年初,四大临江满洲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了三年的激烈战斗后 才取得了突破 1948年9月,共产党在捕获山东省期间 全面控制了华北地区 并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随后在1948年冬季 毛针对蒋介石在华北的军队发动了平津战役 在为期两个月的战役中 超过50万的国民党士兵被杀、服务或受伤 中国北部落入了共产党手中 到了1949年初 毛和红军指挥官决定在春天 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心地带南进过长江 这一行动尽管受到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鼓励毛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努力 但最终还是进行了 斯大林不希望在共产主义领导人中出现一个劲敌 但他很快就有了一个 1949年4月23日 红军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 随后的一系列惊人胜利使得蒋介石在1949年秋季撤退到广州 带着他剩下的支持者 几周后 他和剩余的国民党决定从中国大陆战略性撤退到福尔摩沙岛 及今天更为人熟知的台湾 在那里 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政府 宣称这是1911年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延续 与此同时回到大陆的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长达20多年的内战终于结束 毛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就职 首先要做的是收拾战争的残局 1950年春天 红军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南岛发动了一场运动 几周内 那里的十万国民党强大部队被迫投降 国际社会此时预期毛将继续入侵台湾 并且甚至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权 也决定不承认他在台湾的新政权 认为他很快就会被毛和共产党击败 但入侵并未发生 尽管两边发生了多次危机 台湾至今仍自行管理 此外 在内战结束后的这一时期 毛于1949年到1950年冬天前往莫斯科 在那里 他为中国获得了大量的俄罗斯财政支持和技术顾问 尽管这是在默许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达成的协议 毛还得等几年时间才能尝试走自己的路 中国在战后展开了广泛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改革 首先 发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将农业土地从大农场主和地主手中转移到贫困农民手中 尽管这减少了经济不平等 但这个过程并非没有暴力 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前地主被攻击甚至被杀害的事件 与此同时 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打击鸦片生产和消费的大规模运动 这部分是英国在19世纪干预中国经济的遗留问题 在1950年代 数百万鸦片成瘾者和习惯性使用者被强迫进入劳改营 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成千上万被毛政权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 其中许多是国民党的前成员 毛还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向世界舞台 进入了1950年夏天爆发的朝鲜战争 这场战争是由一个共产主义的北方和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的南方之间的冲突引发的 中国的大量援助确保了三年后战争已僵局结束 这也导致了毛的新政权与美国的关系破裂 后者实行了超过20年的贸易禁运 在1950年代 毛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应该如何发展的清晰观念 假设毛泽东只是一个权利欲者 利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获得权利 这是不正确的 当然 他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这一事实在他的长期主席任期延续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时变得非常明显 但他也广泛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并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愿景 在1950年代初期 这一愿景涉及到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和大河的工业能力 引领国家摆脱对农业的依赖 正如毛所描述的 共产党是通过红军包围由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的城市 然后在有实力时吸纳这些城市而上台的 现在需要的正好相反 中国的城市需要向外扩张 使国家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 为此 1953年中国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模仿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在俄罗斯开始采用的五年计划 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主要是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对农业产出的依赖 通过创建工业经济成为全球强国 在苏联的财政支持和通过俄国顾问提供的专业知识下 新工厂在计划期间遍布全国 中国的农场被集体化 至于国家管理之下 总共约有数十亿人民币被投入到完成595个大型和中型基础设施和经济项目 包括铁路 主要道路核心大坝的建设 通常将中国各地以前从未能够实现的方式联系起来 结果 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在五年内增加了128% 紧钢铁产量就从1953年的135万吨跃升至1957年的超过500万吨 煤炭开采量在这五年内翻了一番 而在农业方面 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同一时期增长了30%以上 总体而言 毛领导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纯经济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但在这个成功中拨下了破坏的种子 因为一种自负现在开始进入毛和他的同事们的思维 这种自负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或更广为人知的大跃进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957年5月22日 苏联领导人尼吉塔·赫鲁晓夫 在一次地区苏联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 赫鲁晓夫在演讲中宣布 苏联的目标是到1980年赶上并超过美国在经济产出上 几个月后 1957年11月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会议上 庆祝1917年10月革命40周年时重复了他的主张 只是这次他更加雄心勃勃 苏联现在将在15年内超越美国 毛 希望中国与苏联相抗衡 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比与斯大林时更为对抗性 开始考虑这个目标 为了不甘落后 他迅速决定提出类似的主张 并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经济 并超过其在钢铁和其他核心工业产出上的产量 怀着这一目标 1958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或者很快被称为国家经济的大跃进 这将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毛认为中国经济进展的关键指标 将体现在粮食和钢铁生产上 如果这些能够迅速增加 就会向莫斯科和整个世界显示 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力量 因此从1958年开始 所有国家机构都被部署起来 以加快提高粮食和钢铁产量 通过建立新的野炼厂 和将更多的农业用地转换为粮食生产 大量的农田被集体化成巨大的国有农场 以此为目的 数百万工人被重新部署到 他们未经培训的经济部门 还有大量的国家资金被用来支持这一努力 党官员被派往农村和城镇 负责最大化生产 然而 许多这些举措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因为国家在某些情况下 使用了实验性的农业方法 在其他情况下 则将更适合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 转为粮食生产 在其他情况下 工人被派到钢铁厂工作 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几乎没有培训 1958年的开始并不顺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存在这些结构性问题 但最初还是出现了一些进展迹象 在大跃进的初期阶段 钢铁和铁的产量确实增加了 可能在1958年增加了30%到40% 但增加产量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 将证明是灾难性的 在全国各地为了展示良好的成果 地方党干部经常采取难以想象的短视和残酷的策略 更残忍的方法包括让工人在工厂中过度劳累 以试图生产更多的钢铁 但在几个月内 全国各地的党官员也开始建立所谓的后院炉子 毛甚至鼓励了这种做法 这些实际上是民用的钢铁炉 常常设在人们家的院子里 废旧金属被用来生产几乎完全无用的生铁 但最糟糕的是为了在当地党官员的记录中 显示更高的所谓钢铁产量 农业工具和其他生产食物所需的工具 经常被投入这些后院炉子中融化 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缺乏基本的农业工具 由此造成的影响在1958年至1961年期间是灾难性的 随着数百万农民被强迫在城镇的工厂工作 中国在很多地区本来就处于勉强维持生计的粮食水平 现在却没有足够的人力来生产食物 加之 党官员为了夸大其地区的钢铁产量 而摧毁基本的农业设备的做法 此外 党还开始尝试使用实验性的灌溉方法 这导致某些地区大量农田暂时无法使用 鉴于这一切 1958年秋天 大跃进刚刚开始几个月 一些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重大粮食短缺 而政府继续出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已增加其收入 并维持生产力增长的假象 这进一步加剧了情况 到了1958年底 一些地区的人们开始在乡间寻找野生食物 其他人则开始饿死 但这只是开始 到了1959年 全国粮食产量大约下降了15%到20% 关于毛对大跃进导致的中国范围内发生的情况了解多少 存在相当大的正义 1958年末和1959年初 他可能不知道饥荒的条件 但已经发现的证据表明 至少到了1959年春末 他已经知道了 但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改变方向 到了1960年 他将大跃进计划的某些部分的控制权委托给他人时 中央党员们正在积极努力避免最糟糕的情况 但为时已晚 1958年和1959年释放的力量持续到1960年和1961年 中国在这几年内不同程度的遭受饥荒 近年来 随着中国某些档案的开放 允许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学者普遍认为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 而当时中国的人口约为6.6亿 研究这一时期的弗兰克·迪科特将大跃进称为毛的大饥荒 并在他对这些事件的研究中提出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500万人 其他人则估计在3000万到4500万之间 使着成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 大跃进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 在1962年结束 奇怪的是 他在国际上相对未被报道 因为有关他的许多信息 都是通过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或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地传递出来的 许多外国服务机构认为这些信息被夸大了 出于政治目的 然而 在国内 这严重损害了毛的领导地位 1959年4月27日 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结束 尽管他保留了共产党主席和军事事务主席的职位 他被刘少奇接替 到了1962年1月 大跃进被逐步淘汰 在这个时期 刘在被称为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 公开谴责了大跃进 这是对毛的一次公开而含蓄的公开指责 这在五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 尽管毛暂时失去了一些权威 但他仍然掌握着实权 他将不得不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一起 以更集体的方式进行治理 他们在1950年代末的灾难性政策之后 做了很多工作以恢复经济状况 1960年代还看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日益孤立 中苏关系紧张 始于毛和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 自1950年代中期斯大林去世后 接替其位以来 毛特别不满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残暴的专制主义 和对西方大国采取更温和的立场 他还发现自己在两个政权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上越来越与莫斯科对立 关系在1950年代末已经很糟 但在1960年代初尤为严重 特别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激励赫鲁晓夫 开始与约翰F肯尼迪的美国政府更紧密合作 以缓和冷战 这是毛所反对的 1961年 毛在一次声明中称苏联政权为修正主义叛徒 就赫鲁晓夫而言 他越来越担心毛对可能与西方发生核战争的态度 毛曾令人担忧的暗示 如果在核战中有三亿中国人死亡 另一半仍然可以活着取得胜利 因此 当中国于1964年成功试验了第一颗核弹时 赫鲁晓夫一定感到担忧 但那时中苏分裂已经完成 毛私人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谜 他与江青的第四次婚姻始于1938年 并持续到他去世 尽管毛在晚年一位年轻二十多岁的私人秘书张玉凤 有过一连串的婚外情 他至少有十个孩子 其中几个出生于1920年代 由于长期的内战年代 他几乎没有与他们建立关系 他在私人时间里大部分用于写作 是政治著作和诗歌的多产作者 而他的阅读习惯倾向于传统的中国文学 在性格上 他在受到挑战时可能会变得具有攻击性 但他的举止绝对不像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俄罗斯那样真正失常 对毛而言 国家暴力是出于政治而非个人目的 但他的其他个人动机和倾向在他有生之年被紧密管理的公众形象背后依然是个谜 中苏分裂和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是毛发起后来被简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的背景 他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启动的文化大革命旨在通过清除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主义内的中国传统残余 以及其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成分来净化中国社会 毛声称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发展出一个资产阶级官僚体系 正将中国引向错误的方向 这些人以及如俄国现在掌权的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需要被制止 同时需要重新激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现身精神 特别是毛呼吁中国的年轻一代 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 从未在共产党统治之前的中国生活过的人 轰炸总部以净化中国社会中这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成分 并重新振兴共产主义运动 关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存在广泛的争论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他真的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运行下的庞大政府机构 在近20年的执政中已经受到损害 需要一场文化复兴来阻止国家的官僚化退化 然而 尽管这可能是毛的一个动机 但毛主要是将文化大革命设想为一种 让他重新控制共产党和整个国家的方式 这场运动的性质本质上允许毛利用党的机构和国家更广泛的机关来清洗政府中的反对派和竞争派系 这些在19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的灾难性影响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时增多 现在 毛将消除那些在最残酷的清洗中敢于反对他的人 这场动乱持续数年 使普通中国人彼此对立 创造了恐惧和猜疑的环境 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开始 毛鼓励民众 特别是学生 行动起来净化党的队伍 几周内 成群的学生开始攻击他们的老师 知识分子 政府官员 甚至被认为穿着资产阶级服装的人 这些攻击从轻微到中等暴力不等 例如当教师被学生团伙攻击并剃光头发 到真正血腥的行为 如当政府官员实际上被谋杀或被迫自杀 随着狂热情绪升温 到了1966年夏天 官方党报呼吁群众清除旧社会的恶习 并攻击妖魔鬼怪 到了早秋 全中国的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的学生 在课堂和大学校园上开始组织成为所谓的红卫兵 致力于保卫共产主义革命 并根除所谓的四旧 旧思想 旧习惯 旧风俗 旧文化 到了1966年秋季初 身穿红袖章的青少年成群结队的在街头游荡 那时的骚乱已经变得如此剧烈 以至于八月被称为红色八月 很快 最初由学生主导的暴力行动蔓延到其他群体 工厂工人和集体农装上的劳动者 开始加入所谓的红色恐怖 与此同时 毛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指导这些团体 反对他在政府和更广泛的党机构中的敌人 但作为清洗党内反对派的手段 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方法 尽管如此 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仍在继续 1968年 毛发起了上山下乡运动 声称中产阶级城市家庭的子女被迫进入农村的 实际上是在教育营 与此同时 主席在出版了他的《毛主席语录》后 围绕自己建立了越来越大的个人崇拜 这本书收录了他的说法和著作 成为当时中国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暴力持续不断地在1960年代末蔓延 但即使到了1971年 毛也意识到需要收敛 尽管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直到毛1976年去世才真正结束 但最严重的骚乱在1970年代初已经平息 就像十年前大跃进造成的巨大饥荒一样 历史学家发现很难准确确定文化大革命导致多少人死亡 估计在1966年至1971年间 由于中国各地爆发的暴力事件 死亡人数在50万至200万之间 其中许多人是被毛的号召激发成狂热状态的红卫兵和其他团体杀害的 但可能更多的人是在军队被召来平息骚乱 或被军队和共产党指挥清楚某些团体是丧生的 同样严重的是 这场运动对社会造成的心理痛苦 人们实际上被国家煽动相互对立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中国南部的广西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那里损失了大约10万到15万人的生命 人们甚至诉诸于活埋被迫害者或主食 开膛破度他们 并在广西发生了有组织的食人行为 因为狂热的群众试图在他们的狂热中字面上吞噬他们的敌人 总的来说 文化大革命一种难以量化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留下了伤痕 1970年代初期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关系 这些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实际上中断 华盛顿对中国实施了贸易制裁 然而随着20年的时间推移 双方都在谨慎探索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提出了向中国伸出油耗之手的提议 当他上任后便开始了谈判 1971年 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 这次访问在1972年2月 尼克松正式对中国进行国师访问期间达到高潮 期间他会见了毛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当时可能没有人能完全理解 但尼克松和毛正在建立起美中两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 这种关系自那时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在许多人认为他是世界上两个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尽管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中国时给美中关系增添了正常化的外表 但在国内 中国政府仍然以极端方式运作 当尼克松访问时 毛已经快80岁了 由于多年的吸烟 他患有多种身体疾病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和他围绕自己建立的个人崇拜 他允许一些共产党高级成员在他的晚年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些人被称为四人帮 包括毛的妻子江青 张春桥 一位在1960年代因谴责中国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崛起的极端毛主义作家 张的密切盟友姚文元 以及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海共产党分支机构中崛起的年轻政治人物王洪文 四人帮在1966年至1971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最恶劣阶段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即使在1960年代末最极端的清洗期结束后 他们对毛政府的影响力仍在继续 毛的生活和中国政治的最后几年难以界定 因为北京权力走廊中正在发生的是相互竞争的力量 毛当然坚持到最后都想紧握权力 因此 他继续允许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在国内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然而另一方面围绕着党的其他老牌人物如红军和前总理周恩来以及前党总书记邓小平 正在形成一个愿意摆脱毛时代的一些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 引入更多专业主义到政府和经济运作中的集团 在党内也存在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的强烈不满 因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与日本和国民党作战的一些人在1960年代末被清洗出党 但在1970年代逐渐得到了恢复 毛生命的最后几年 中国政治的这种对立局面由他本人主要造成 毛的生命最后阶段 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仍未解决 他的健康在1970年代中期进一步恶化 患有多种心脏和肺部疾病 后者因长期吸烟而加剧 还有未经证实的关于多年来越来越依赖安眠药的传闻 1976年5月27日 他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卓尔菲卡尔布托的国事访问 这是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已知照片 但那时他已经遭受了几次心脏病发作 从春天到秋天 这些发作让他日益虚弱 9月5日的最后一次发作使他几乎无法动弹 4天后他去世了 9月11日至18日 为期一周的国葬随后举行 期间有100万中国人列队经过他的遗体 今天巨大的毛泽东纪念堂 内有他的防腐遗体 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 这是14世纪至20世纪就皇城南门中国门原址上 该门在1954年被摧毁 这或许是古老中国结束和现代中国开始的一个象征性声明 毛去世时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领导层 及那些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开始政治觉醒的人 正逐渐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毛的可能继任者 红军老领导人和前总理周恩来 仅比毛早几个月去世 因此 毛在去世前不久任命了公安部长华国锋为他的继任者 华在197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 但他不会长久 华被邓小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策略性地挤出了权力中心 邓于1978年成为中国的实际领导人 尽管华作为领导人的短暂时期在逮捕和指控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过渡行为负有责任方面是重要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四人帮中的三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此外 尽管邓拥有无可挑剔的共产主义资历 但他迅速将中国从计划经济和毛时代的更专制方面转变过来 设定了任期限制 正是在邓作为毛继任者的任期内 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才真正形成 因为他向外国投资和专业知识敞开了大门 因此 最终毛并非中国增长的推动者 而是阻碍者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乃至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对一些人来说 他是一个残暴的暴君和大屠杀者 在他1949年至1976年的统治期间 有超过5000万人甚至可能高达8000万人提前死亡 无论是因为大跃进的灾难性失败 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暴力浪潮 还是像1975年板桥大坝失败等政府导致的灾难 据估计 后者可能导致超过20万人死亡 然而 对许多其他人来说 他是现代中国的伟大英雄 是在1930年代的长征中 确保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生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领导了中国对日本占领的抵抗 并在战后领导红军战胜国民党 关注他成就的人还会指出 中国的预期寿命和生活水平 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间显著提高 并认为毛为20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 确实令人惊讶的是 一个人能引发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 毛在确保共产党在中国上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没有毛 该运动可能无法在1930年代幸存下来 他在战后时期的领导同样至关重要 但一旦他获得权力 这位显然拥有相当智力和能力的人 开始痴迷于以牺牲生命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保持和扩大他对中国的控制 正是他不愿屈居于赫鲁晓夫和俄国人之下的愿望 导致了中国进入灾难性的大跃进 他不愿承认事情的严重错误 使得第二个五年计划造成的饥荒持续了数年 杀死了3000万至5000万中国人 正是毛在1960年代中期加强自己作为中国国家元首地位的病态渴望 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和不稳定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毛与1921年加入党 并在1934年发起长征的毛是不同的人 认识他多年的人经常证实 他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统治中存在许多邪恶的方面 一些历史学家还是没有像谴责其他20世纪残暴独裁者那样谴责他 比如阿道夫·希特勒 约瑟夫·斯大林和波尔波特 虽然毛可能比这些其他独裁者造成了更多本国人民的死亡 但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必须考虑这些人的实际目标 希特勒在1941年决定实施最终解决方案时 有意进行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而大跃进的灾难性尽管如此 它并不是有意杀死数百万中国人 相反 其目标是极大地改善该国的经济 因此 或许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者的时期 是一个证明当意识形态政府试图将乌托邦式的理念 强加于一个准备不足的社会时可能带来的灾难的见证 毛试图以无法实现的方式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 这导致了20世纪最大的苦难之一 你对毛泽东怎么看 你认为他真的致力于共产主义的理念 还是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到 通过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达到巨大权力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同时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